作人的道理,倒还容易。可是要我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,奉行自己的教训,就没那么简单啦。 莎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,凡事必须三思而行。 莎士比亚道德和财义是愿胜于富贵的资产。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帝败坏,把居负的财产当毁,而道德和财义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休的神明。 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,说东到西,就会犹豫不定,犯法至情耽误了。 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至起怜,寸不难移。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,但不要侠逆。 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战将会是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。 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性,首先要自己成性。 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,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。 那些攀龙赴奉之徒,本夜跟在他后面匍匐批评的。 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,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。 莎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。 莎士比亚忠诚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逃避价值。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批用善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。 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,才不会过分指高气扬。 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他们掩盖,才不会完全绝望。 莎士比亚,我可以教训二十个人。 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做这二十个人中间的一个。 旅行我自己的教训,我就要尽贴不明了。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。 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。 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杀士比亚。